谣传与事实 我不担心 百年一遇的洪水每一百年才发生一次 许多人都有一种误解 认为百年一遇的洪水每一百年才发生一次 而事实上该术语实际上是指 在任何一年都有约百分之一的机会发生洪水 我家不在洪泛地 因此我不需要洪水保险 即使不再指定洪泛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洪水保险 切记洪水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暴风雨 潮水涌浪 甚至新土地开发都可能导致洪水 洪水保险 我不需要我不住在河边 不住在河边的人可能认为他们不需要洪水保险 但是四个洪水索赔中约有两个发生在风险低或中等的区域 当你想到更换地板 地毯和其他家用物品的成本时 可能会很高 平均洪水索赔费用每年约五万美元 洪水不是问题 我的业主政策覆盖了洪水 这是对许多业主和租户政策的一种普遍误解 多数业主和租户政策并不覆盖洪水 获得洪水保险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购买更多保险 绝不 费用太高 洪水保险费不高 平均年度洪水保险政策为每年不到五百七十美元 考虑到两英寸水渍可能对您的家造成超过八千美元的损失 这对保护您的投资来讲是核算的 水渍就是水渍 如果发生的话 我的保险会覆盖 消费者了解水渍与洪水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 水渍通常源于住房溢出的水 如浴缸或水槽 甚至是破损的窗户和暴雨进水 水灾通常源于自然灾害 如海啸亦或河水泛滥 如果真的发生 政府会支付赔赏金 许多人认为洪水影响到社区时 联邦政府会负责支付费用 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只有宣布灾难时才会有联邦援助 并且通常是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 业主或租户必须偿还 而洪水保险政策则是不必偿还的一次性付款 现在不是汛期等到汛期再说 毕竟为什么要购买现在不需要的东西 现在就要购买洪水保险 洪水可能即刻发生 并且洪水保险政策要30天左右才生效 因此 业主和租户不应等到最后一刻才购买洪水保险政策 谁有资格购买洪水保险 只要您所在社区加入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无论您住在哪里都可以购买联邦洪水保险 该计划为全美国的家庭和企业提供可承受的洪水保险 在哪里可以获取洪水保险政策 洪水保险很容易获取 私营保险公司和独立保险代理人及经纪人 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销售这些政策 有关洪水保险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当地保险公司